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时光机器让你回到十年前 把你今天的iPhone给十年前的你看 他会觉得这是什么 会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还是哇这个东西简直是科幻片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这十年 十年前看起来是科幻片里才会出来的东西 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 不觉得什么稀奇了 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每一个领域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都彻底的被颠覆了 这里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有一点我想稍微提到的就是 这些颠覆的服务在台湾好像没有怎么被用 我相信在座可能大部分都只认识30%吧 这是一个比较整个台湾社会脱节的问题 你十年前跑得越快 今天反而给你越大的障碍 因为已经很方便了嘛 已经80分了我干嘛要90分呢 在一个国家如果是零分的话 就直接跳到90分 就直接跳到90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